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月 十 十尊 任务完成得如何呀 十尊 徒儿 没有成功 是他们二人修为高于你 还是 你根本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都不是 为师替你说吧 你已经和那两个修真者串通一气 想要取为师的手机对吧 如月不敢 如月 怎敢背叛师尊 为师一切都看在眼中 你还记得清理全校的扫地大伯吗 你 你居然伪装起来 这样吸食一些学生不就方便许多 而且有时还有意外收获 比如你早已背叛为师这件事情 任务狐狸 为师最后陪你玩完这一场追逐游戏 为我们师徒关系 做个完美终结 你们买了这把匕首 是啊木子 灵儿为我挑选的法宝 这是一把被封印的灵器 里面封印着一条真龙魂魄 传说 一位前辈在游历世界的过程中 斩杀了一条维护世间的红龙 将其魂魄封印于这把匕首之中 而匕首上面的血字是真龙血 具有极强的腐蚀能力 真龙魂 真龙血 灵儿好似对这把匕首的历史很熟啊 是的 灵儿存在的年代久远 所以有所耳闻 主人 骑士屠龙的 就是李玄子大人 呵呵 原来如此 这可赚大发了 到时候把真龙放出去 肯定马上给你劫的老头 咬就行了 真龙也是妖兽的一种 绝大部分妖兽 都对人类怀有敌意 主人若真将它释放出来 恐怕 只会引来更大的祸事 何况 灵儿也不知道将它释放出来的方法 有还不能用 不就相当于没用 好尴尬啊 非夜 这把匕首毕竟是一个法宝 应该有它特殊的技能 主人可以将灵力注入匕首 看看会施展出什么技能 看我的 分身术 只是这种普通的法术吗 应该不是 主人这三个分身 以我的修为 看不出哪个是真身 是不是很厉害 话说英雄 你居然可以随意运用灵力了 这个 倒是多亏了灵儿 老子四下面就动手了 正法处会合 淑月那边提前开始了 我们走 英雄你真的想好了吗 对付结单真人这件事 当然了 戴上这个 你要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活下来 嗯 木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保护你的 主人 老贼 你想杀我很久了吧 没错 以你的资质 怕是很快就要结单了 到时候你翅膀硬了 为师也奈何你不得 从你说我为徒使 就安了这个心思吧 是要如何 到了此刻 为师也不想骗你了 在村中见到你资质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是为师突破结单后期 准备炼制十六年的一颗仙丹 可恶 结单期的老怪 正面对决很难打败的 还是想办法找机会使用阵法 是至圣的关键 嗯 希望能成功吧 不知为什么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好 不愿爱图 放弃提抗吧 挣扎求生只会让为师更兴奋 既然逃不掉 我就誓死一搏 换一线生机 可惜根本是十死无生 鬼鬼把灵力献出来吧 吃我一拳 俩风 灵力献 齐晃 双星 人家没有异议 既然你们都到了 让你们葬身此地 制杀他 孰月 木子 大家何力攻击 你们不可能一直救我 让我们的护盾太强 得找到破绽 我们一起攻击 好 看着垂死挣扎的蜡蜡 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火焰圈 可笑的蝼蚁 你们对结胆的力量 一无所知 灵火 看胆 雕虫小技 结胆的灵力如此强大 这把匕首让五正名血 应该有越境破防的效果 赌一把 你们都表演完毕 可以放心去死了 好机会 老鬼 我们不会到死 看拳 拳中剑 滚开 英雄 难死 果然有效 老鬼 你的死期到了 我 我